有意思我很愿意看这篇文章的 但是这样的这个幽默和他用一些 就是一些流行的网络用语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幽默更能体现一个作者 他的思维的能力 他的语言表达的水平 这个是更高层次的 好 那我们讨论了什么是议论文 议论文的三个要素是什么 还有我们刚刚讨论的 就是议论文的语言是什么 谢谢大家这么很认真的听我说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一个很短的故事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来看这个词 你有认识的吗 沼泽 接下来你会听到这个词 沼泽 泽是跟水有关系的 那沼泽不是湖 不是海 沼泽是什么 沼泽有水 还有什么 就是一些软泥的 就是人走到那里会陷下去 会一不小心会陷下去 是什么 是 对 是什么 猜对了 我开始来讲这个 我来开始讲这个故事 它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沼泽 所以人们要到对面去的话 到对面去 必须要穿过这一片沼泽 有一天 有一个人 他要穿过这片沼泽 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也不知道 这片沼泽 到底是它是深还是浅 里面有没有危险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要过去 然后他就走进去了 就是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他就陷下去了 然后接下来有第二个人 他也要穿过这片沼泽 他看到第一个人的脚印 我明白 看到他的脚印说 已经有人从这里走过去了 肯定没有危险 没有问题 然后他也走 结果呢 陷下去了 接下来会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那这后面的第五个人 第六个人 他们看到的脚印越多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没有危险 你看这么多人都走过去了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 后面的人会跟着别人的脚印 他也走 他也走 其实这片沼泽是什么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故事听明白了 是吗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就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就是人们这样做 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觉得人们不妨这样做 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自己想这什么人呢 这什么人呢 你这么笨呢 好 可能是 对 就是有没有 其他人 可以 可不可以 选 其他人 可以 路上去 对 或者是Google一下 对吗 我们可以 找 路过去 这个故事 它只是 其实是为了告诉人们 一个道理 是为了告诉人们 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故事 听起来 第一个人陷进去了 第二个人陷进去了 那后来呢 它出来了吗 其实这个故事 它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 道理是什么 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像死了吗 我希望他们又浮起来了 好在这只是一个故事 这只是人们说的一个故事 像伤心的吗 确实不是一件 让人觉得很激动 很兴奋 很高兴的一个故事 确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它只是 就是为了想讲一个道理 然后人们就 就是怎么样 就编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在 它只是一个故事的 如果是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然后关于这个故事 你的看法是什么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还有别的吗 你如果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在一个问题方面 不那么确定 那你应该去找别人去询问 对可以去问一问 对吗 对 找老师或者找长辈问问他 听他的看法和他的观点 观点是什么 对 然后好好思考 要不要做 对你来说 这样做好还是不好 会有什么结果或是后果 最后再去做 最后再去做 好你表达得很清楚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心悦的观点 就是你做一个决定之前 如果你不确定 你不确定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 你去问问别人 问了别人之后 然后自己再想一想 最后再做决定 不能光看到脚印 是吗 然后就走进去 看到脚印就走进去的 好 那是在欧巴斯 真正的发生的 常不同样的情况 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差不多在 跟公司里面的内容差不多 差不多在某个城市里有一个地道口 坏了或者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然后出现了事故什么 然后两个专家去里面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个男人去 第一个专家 没上出来 就没有再上来 对吗 下去了 没有上来 他的朋友 第二个专家 很着急 很担心 也去里面找他 但是呢 里面有一些气体 什么毒气 对对 有什么气 气体就是 我们呼吸的这些是氧气对吗 这些是帮助我们存活的 帮助我们存活的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有毒的 就是我们吸了之后会 就会比如说会 倒在地上 对吗 或者是 所以他们一吸了就 差不多一下子就死了 然后呢 走路旁边 旁边走路的人 看到了这个情况 他们打个电话说了这个情况发生 需要其他人过来 然后呢 又有三个四个五个人进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所以那结果可能只有一个两个人 他们能活下去 能活下去 能活下去 但是情况我觉得很像 你刚才讲的 好 谢谢 谢谢你又补充了 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但是真的会听了之后会觉得 很遗憾 觉得很多应该 很不应该的 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大的 一个事故的 就 不像听故事 感觉就 心里面感觉那么轻松一点 我想说很紧口响 你本心可以 查一点 然后去 先查 查一下 查一下 这个查一下 应该是解查的意思 解查 是查一下 不是查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 然后回去 然后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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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个事 一定要和你 下个两倍 有危险 又没危险 谁知道 谁知道 不知道 危险不危险 所以 危险不危险 对 一定要先查 然后再去 一定要先检查 然后再去 那这个去检查的人 去检查的人 应该是怎么样 如果这是一个 有危险的地方 可能他需要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设备 比如说衣服啊 或者是头上带的一些东西啊 那他应该这个样子 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好 那大家的讨论 真的太有意思了 然后我准备的这一篇文章 他是根据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他写的一篇文章 当然这篇文章是一篇议论文 作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举了哪些例子 他是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这是我们接下来 要学习和讨论的内容 我们有的需要 两位同学一起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屏幕是什么 不要 盲目 模仿 模仿 模仿是什么 就别人做什么 我也跟着做什么 别人做什么 我也怎么做 中间还有一个词是盲目 盲目是什么 就是 我有一双眼睛 对吗 但是我不看 我不看 我只是别人这个样子做 我也这个样子做的 所以他这个是盲目 不要盲目模仿 好 我们这篇文章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小多长时间可以看吗 这个要做什么 五到五 我们能不能看 冷读 想读是吗 可以 就这个机会 给几分钟 我们之前的话是 给了一篇材料之后 然后我们会轮流 轮流 轮流来读 这样 这篇文章可能我们看起来 花的时间会长一些 我们再把它分一下 我们来把这篇文章分一下 从开头 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启示 到 而去盲目的模仿 那些成功的人 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 第一段和第二段 你们先来看第一段和第二段 然后接下来你们需要做一个介绍 他讲了什么 怎么讲的 好来我右边的组 大家来看一下第三段和第四段 先来看一下第三段和第四段的 这是第三 这是第四的 第三段和第四段 这是第一段的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和第四段 因为全篇看完 我们画的时间会长一些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讨论一下 你们这一组看的是从这里 到最后这两段 这是第一段和第四段 它就是第二段和第四段 在这里 因为这种比较 这是第二段和第五段 就是一个号召唤的 我们是第二段和第四段 这里 我们在alah扇,对 你们这段和第四段 我们在这段和第四段 感谢观看 我有不太明白的地方 我们可以试一试来帮助你 没有 这是我家里的警官 这是什么 我家里的警官 我父母的警官 终于有人用汉语写出来了 是吗 我不是终于的 钢琴演奏家 但各人的钢琴家都可以 是你的父母让你学习钢琴吗 他们将舞蹈 他们让你弹钢琴 对 但是你不喜欢 我恨 很不喜欢 我很感激 我恨 我非常喜欢 讨厌 很讨厌 讨厌弹钢琴 怎么办 就是爸爸妈妈喜欢 孩子不喜欢 这是一个 这是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场战争 对吗 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 还有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我爸爸自己喜欢他 我不知道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一种乐器 然后他自己没学好 但是他非常喜欢音乐 然后他就让我弟弟去学习 但是多多亏我弟弟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他到现在还会享受这种音乐 然后自己弹 但是反正如果呢 如果他不喜欢 那怎么怎么办呢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父母不用 不用让孩子按照自己的理想 来去学习 或者做某些事 而且要看孩子自己喜欢什么 就帮他养这个 去培养 或者帮他去发展 走远点 那比如说 父母有自己的意愿 或者理想 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 或者没有机会实现 没有机会实现 希望他们的孩子 替他们会实现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但是他们这个希望是什么 他们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 交给他们的孩子 你们来完成我的梦想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对孩子寄予希望 比如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 他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或者是他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的 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觉得你想表达的是爸爸妈妈没有完成的事情 你们来完成 但是其实他们添加麻烦和压力 其实给了孩子 给了孩子很多压力的 或者如果想用添这个词的话 应该用增添 给孩子增添了很多压力 也增添了很多麻烦 好 已经看完了是吗 三段和第四段 三段和第四段 讨讨论 第二段的内容和第三四段的内容 好像老是年窄 长是平凡好的 在早期杀上操线 打点 好 看完了 看完了 已經看完了 看完了 看完了 米拉尼呢 也看完了 好的 我們接下來先來聽一下 第一段還是第二段 它講了什麼內容 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 誰來回答 這兩個問題呢 我們是左邊的三位同學 請你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段講了什麼內容 表達了什麼觀點 不是讀第二段嗎 不是讀 不是讀 但是你要介紹 對 我的意思是第一段還是第二段 我以為是第一段 它是這個樣子 因為第一段很短 這個就是第一段 第一和第二 OK 你是全部讀完了 是嗎 忘了解釋 好 全部讀完 當然非常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介紹 介紹 對 介紹 介紹 作者講了什麼 好 那第一部分 和第一段 和第二段 的故事大概 不要大概 講的是 一個家庭的事 有爸爸媽媽父母 然後他們有個孩子 然後這個父母 讓自己的孩子 他叫朗朗去學鋼琴 然後這個孩子非常厲害 他有非常天福 所以他15歲就獲得了 就是參加比賽的時候獲得了 德國國際 什麼是青少年感情 加比賽的第一名 所以呢 其他父母都看著這個孩子 好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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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自己的孩子 也去學習 彈感 感情 鋼琴 鋼琴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以後 長大以後 會當 這樣有名的 一位 就是 鋼琴家 鋼琴家 可是 不是每一個孩子 都有這樣的天福 天賦 都這麼天賦 還是有天賦 都有這樣的天賦 天賦 都 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這樣的天賦 所以 結果呢 是父母讓這些孩子學習 但是孩子這段時間 學習的這段時間 總是 覺得非常 就是壓力非常大 然後 向父母勉強 讓他們去做某件事 覺得很辛苦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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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對 作家的 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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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意思是 這樣父母花了很多錢 花了寶貴的時間 但是結果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 他們想要的 嗯哼 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結果 嗯哼 所以作者的 他的觀點是什麼 就是 父母 父母應該這樣去模仿別人嗎 不用 不應該去模仿 不應該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他舉了這個例子 就是為了告訴大家怎麼樣 不能去模仿別人 是朗朗成功了 朗朗的父母也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對嗎成功的把自己的兒子培養成了一名鋼琴家 但是 但是朗朗成功了 朗朗的父母也付出了很多 可是對於別的家庭的孩子來說 非常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孩子喜不喜歡彈鋼琴 他有沒有這個天賦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盲目模仿指的是什麼 就是很多父母 我不管我的孩子喜不喜歡有沒有天賦 我想讓你將來以後像朗朗一樣 所以怎麼樣 你去學鋼琴 抱鋼琴班 可能也會買很貴的一些鋼琴的 所以是這樣的 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是什麼 就是不能盲目模仿 而且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什麼 寫這篇文章的人 寫這篇文章的人 他不知道Lalisa的情況 他也不知道特利家的情況 但是你們看了之後會感覺很熟悉 我太理解這樣的父母了 我太明白作者的一些觀點了 所以他舉的這樣的一些例子是什麼 不是很特別的一個例子 他舉的是什麼 就是現實生活當中 就是出現的非常普遍的這樣的一些例子 對嗎 所以他寫上去之後 我們一看到就會感覺 我真的是這樣 我身邊也有很多這樣的一些現象的 所以我覺得他用這一點用的非常的成功 他舉的例子不是只有這一個例子 他舉的是很普遍的例子 所以大家都很能明白 也很能理解 所以也當然會非常同意他的觀點 對嗎 好我們接下來是三四段 三四段講了什麼內容 作者的觀點是什麼 誰來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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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介紹 還是Lena 對嗎 Lena想介紹 Lena想介紹 可是Lena沒有說我想介紹 Lena沒有說我想介紹 第二段介紹的是 比如說盲目模仿去幹好事還是比較好 但是如果盲目模仿去幹壞事怎麼辦 因為現在好多中學生拿著牆去學校殺同學的現象來越多 希望我們身邊沒有這樣的情況 他舉的這些例子 當然也不是發生在中國的一些情況 是什麼 就是現在不管你在哪 不管你在哪 但是只要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出來之後 你都可以很快的看到 很快的聽到 是不是 所以他舉的這些 舉的這樣的一個校園槍擊案 當然這是非常大的 這個是災難 他可能指的不是某一個國家 指的是我們知道的 聽到的 就發生了這樣的一些悲劇 所以他舉了這樣的一些例子 謝謝 所以呢作者問 為什麼年輕人願意去 是願意是會 是會 是會去 為什麼年輕人願意會 殺 為什麼年輕人會拿著 會拿著槍 殺自己的同學和老師 然後呢他提出了自己的喊話 他說了現在的現在有很多有暴力的電影或者電視劇 好 稍等一下再次答答一下 好 稍等一下再次答答一下 那大概 暴力 就是 暴力 暴力內容的 暴力內容的 或者是家庭暴力 或者他在家裡面自己看到的或自己經歷到的家庭暴力 對 會影響他們的行為 或者比如說現在孩子們特別喜歡玩電腦遊戲 是的 電腦遊戲 手機遊戲 現在不就是 殺人的遊戲 嗯 很多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他們的思維 嗯 那重要的就是 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來說這些遊戲不好 這些遊戲對人的危害 重要的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這些遊戲各種各樣的遊戲都有 對嗎 重要的是你不要去模仿 是不是 他想說的是這樣的一個 你不要去模仿這樣的一件 你不能就是 就是你看到 比如說看到電影裡面別人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就覺得這樣的事情我很酷 對嗎 然後你就去學習的 但是這樣的這個是學習 我們指的是盲目的學習 你有眼睛 但是你不想看 你不用你的眼睛來看你自己的情況 就是盲目的去模仿 好 那這是第二段的這些內容 就講了它的危害更大 對嗎 如果說前面的這個例子 會怎麼樣 當然這個問題也不小 父母和孩子之間 但是孩子不想學 父母一定要讓孩子學的 會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下面講的這個例子 所以我感覺就是特別特別的可怕 往後來看不出來 我看你們去看了一下 我看不出來 就是這樣說 說 是《時刻》 在一個小學校 另外一個年女規 有一個年輕人 就是了 是嗎 殺了什麼 殺了他的同學 殺了很多他的同學 殺了很多他的同學 差不多八個人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討論討論 所以說我們討論的其實就是 作者的觀點就是什麼 你不要去盲目模仿別人 別人做了成功的事情 你不一定成功 別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看起來似乎很酷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也不能去模仿別人做什麼 你做什麼 哈林真是因為在遙遠的克里米亞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們沒有發現 來學校的時候 進入這所大學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要有門禁塔 或者是你要有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的保安那裡要有 它那個speak上面 一定要有你的名字 你才可以進來 或者的話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進來 包括甚至你出去的時候 你也一定要再刷一下你的卡 像這樣的情況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沒有的 所以我感 所以我覺得就是為了防止 這樣的一些事情的發生 所以整個學校裡面就是 進到學校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的 然後出去的話 也需要再次確認家人的身份 都是採取的這樣的一些措施 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一些悲劇 再次發生 好 那這篇文章我們就討論到這裡的 作者的觀點非常的鮮明 題目上就告訴我們了 就是不要盲目別人 他舉的這兩個例子 舉的這兩個例子 都是告訴我們盲目的模仿別人帶來的危害 如果家庭模仿 家庭給家庭帶來危害 如果學生模仿 會給學生帶來危害 當然也會給別人帶來危害 對嗎 好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句話 這也是一段 最後是一段 那作者是再次強要了一下他的觀點 就是在做事情之前 我們要三思而後勤 不要盲目模仿別人 這篇文章大家可以帶回家 在家裡的時候 再可以仔細的讀一讀 我們今天只是來瀏覽了一下 很快速的讀論這篇文章 然後來討論這篇文章 在家的時候可以慢下來 一個字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詞的來讀 如果有不明白的一些問題 等到我們下一次寫作研討會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繼續來討論 或者直接給我發郵件來討論 都可以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視頻 那為什麼我們要來看這個視頻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留給大家的一個作業 我們討論了什麼是議論文 議論文的要素 議論文的語言 我們也看了別人寫的文章 我們也需要自己動手來寫一寫 我們寫的 我們寫什麼 怎麼寫 這是你們的權利 你們可以自己來想一下 那我現在呢 是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視頻 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 我們就來看這件事情 然後你用議論文體寫出一篇文章 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 我沒有想到我們這台電腦今天是有網絡的 網絡也很快 太棒了 所以我們是 不需要看了 稍等一下 現在我把視頻打開 這個視頻的主人公呢 他是重慶人 他是四川重慶人 他講的是方年 他講的是重慶話 重慶話 所以大家聽起來的話 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我們當作我們使用的語言是普通話 不是方言的 我們再看第一遍 簡單的了解一下 我本職工作是 寫垃圾 做公益 你聽到嗎 跟一個人的身價 怎麼一萬服務 歸一萬服務 沒關係 我的車 全部都缺有 宣傳標語 別把垃圾扔給後載 什麼瘋子 奇葩 倦了頭 傻子 都沒關係 它只是一個標籤而已 我漆卻隨時在車上 因為魚間亂扔的 有時候 表明我撿垃圾這個身份 勸導更有效 因為我連在海南度假的時候 是因為女兒有個親自行動的作業 那我就說我們 我們